我顺便讲一下有关那个年龄的计算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顺便看一下 他这个年龄的计算 这个是后面我们会讲到那个时间的函数部分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间的函数计算有没有问题 他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义尔 义尔这个函数有没有 然后呢 F2就这个 假设今天的日期 假设今天是这个 这个是民国93年的 93年 那这个日期呢 我义尔部分其实就是 针对的只有会取得什么 取得93 93实际上就是2004年 2004年 04年的话呢 在减掉什么呢 减掉1916会取得一个数字 取得一个数字 不过像这样的计算是可以的 只是说会不净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计算是 他要年满 刚好要年满 比如说他的生日 如果还没到的话 还没满 那你不能算他多一岁啊 所以如果说你只有看那个年的话 那会有不精确的问题存在 那假如说你要非常精确到什么 到日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 义尔这个函数 这个部分我先讲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下一个单元就是日期函数 那要怎么做会比较标准呢 一般都会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用的非常的广泛 我把这边先清掉一下 这个函数的话呢 就是叫做Dative函数 Dative这个函数用的非常广泛 你要判断两个日期之间的差异 你可以比较它的年 或者相差几年 相差几月 相差几日都可以比得出了 还可以比得很精气 不过呢 这个Dative函数很特别 你在按插入函数里面 你在全部里面呢 是找不到那个 DA好了吗 DA Dative 这个函数呢 很奇妙的呢 它并没有在这个清单里面 没有在这个清单里面 但是你打上去 它可以用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Excel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bug 还是怎么样 它没有把它加进来 可是却存在这个函数 所以你们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函数很重要 那我要怎么比较 这两个日期之间相差 年满到年满的时候 它才会增加